謝謝大家今天來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旅行開始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QCCS 我是許瑞盛 今天 我其實是受Proton 馬來西亞Proton 邀請 來參與他們的one tank adventure 我們叫他們Proton 然後跑一個六百多公里的路程 這個遊戲叻 還有獎金可以拿的哦! 我其實有問他們,Proton啊 為什麼你們會邀請我的? 我明明都有每次喜歡公園上公園下叻 他們就講說,每個人都有看過我的影片啦! 所以就邀請我來看看 Proton one tank adventure 裡面 能夠贏過其他的人啦! 我當然不會錯過這次機會咯! 深油嘛! 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啦! 我們現在是從檳城走去宜保 宜保再走回來 今天我們會在宜保那邊過夜 今天會在宜保過夜 今天會在宜保過夜 不過他們會上到去 好像不懂葛大還是葛立 我們會去兩到三個 checkpoint 第一個 checkpoint 就是那個 回來Penang這邊的時候啦! 他們就會叫我們 把車駕回來這個油站這邊 然後他們會再打油 一樣的方法打到它滿為止 然後看我們用了多少L的油 所以我們要挑戰的是 我們用越少L的油 我們就算成功了! 第一名兩千,第二名千五,第三名五百 這一個裡面有tash and go 跟現金兩百塊,這兩百塊是 吃飯錢 然後這一封裡面就是那種資料的 就是我們要去哪裡啊,要做什麼啊 然後因為在我們駕的這一款 Proton saga是1.3 CVT的啦 應該算是中等 spec的吧? 因為我看它中間的唱機是比較這種普通 現在他們要打油 跳三下,就算打滿了啦! 兩千塊,非我摸 第一次掉了 第二次 打出來 第三次 在我們開始之前咧,我們要把風搬滿一點啦 搬滿一點,車就用比較少的力去轉你的輪胎 因為輪胎軟的話,車要用比較多的力 但是缺點是,你會感覺到比較不舒服 車會比較跳一點哦 所以我們的旅行現在才是真正的開始 沒有啦! 那個油亮燈的時候才算開始 真的真的 是這樣子哦? Yes! 4BT是6810 我們搬到265 搬到200啦! 那個舒適度是剛剛好的 搬太硬,其實普通駕很不舒服 哦!CVT Lag哦! Signal燈,在左邊 喂! 家瑩,他就講 這個啊,放在左邊 是為什麼叻? 要給那些抽煙的人 他們抽煙的是這隻手嗎? 放出去,放出去 然後這隻手就負責打訊號 因為抽煙啊,這隻手拿著煙啊 沒有辦法去打訊號 所以啊,這時候就要做左手 應該你們要做兩個選擇啦 一個Signal是在右邊 一個Signal是在左邊 普通的車啦,我們普通的車 Signal都是在右邊的 所以,請把Signal 放在右邊 他可以抽兩塊嗎? 哎呦喂啊! 而且這個窗口竟然不是自動的 OK! 拉上來給自己拉! OMG! 不不! 這個一定要改善 這個是很小的細節 這個很容易改善的 好了,就保持那個速度咯 哦,是咯,現在省油咯 省油 我還拼命踩油 是啊 誒!誒!誒! Vios啊! 都沒有鏡子啊! 哇!那個沒有! 啊!國產是都有著鏡子 你的Vios竟然沒有鏡子! 裡面那一裝啦,其實看起來會感覺 比較弱一點咯! 冷氣的選項也沒有很多啦! 不能夠選好像Default啊! 沒有Default吼! 你看它前面有做那個洞口,但是沒有冷氣是可以選擇吹向前面的洞口的! 現在我們就盡量保持那個速度啦! 90到100之間啦! 然後你負責駕車,我負責看風景! 這次也不能算完全評論到這輛車了! 不是我要的評論跟測試驅動啦! 因為我的評論,大家應該也知道是怎樣的咯! 歡迎大家收看! 啊! 這邊是哪裡啊? 移包了吼? 誒,這邊是? 柯大吧! 柯大啊? 我們一路上看到好多好多那個稻田啊! 嗯,然後我們一路上也看到其他那些參賽者啦! 開窗啊,然後駕到60啊! 偷偷舉辦單舉就講, take it as an adventure啊! Don't take it so serious啊! 但是好像還是有人很認真的去要贏取這個比賽啦! 兩千塊的,你要嗎? 要! 對啦! 我們一路上也是開著那個冷氣, 其實我是到這來玩的心態! 對,也是哦! 然後啊,他們這邊的highway啊! 真的是漂亮! 起碼的人來我們沙拉瓦,見識一下,什麼叫沙拉瓦highway! 什麼叫馬路? 如果我在這邊有一輛車啦,我相信整個西馬都可以有走到我! 如果是我們那邊這樣子,highway這樣子打硬硬,你就知道! 蹲到沒朋友! 你... 你沒有看路牌! highway啊! oh yes! we have reached the destination! 所以用了... 我們跑了多遠? 85公里! 85.8公里! 所以那個油的格,還是滿的! 還是滿的! 其他的都是... 其實是,照預算來說是12點到的! 但是我們11點06分就到了! 哈哈哈哈! 你算要不要噗噗? 噗噗! 我都跟你講了咯,很多人其實都有看我的影片的, 這個其實他也是MSF的組織啦! 然後他跟我講,他要給我一輛Saga去參加Saga Cup 真的嗎? 100萬訂閱員! 對,我知道! 正確! 正確啊! Saga Cup! 他講的啊,認住他ADIAN! Mila Yuma Mari Saga Cup! 每次! 但是我沒有AAM! 我為你組織! 好,確定! 確定啊! 後面啊,就是以前 Tun Mahate,我們現在的首相所住的 出生! 出生的地方! 你國語多少啊? Klaheran是什麼? 這裡到底是Polis還是Klaheran? 6896 其實,我住沙拉瓦嗎? 我對西馬這邊的那個地理啊,完全是失敗的! 失敗的! 你這樣,誒! 我們Epo去到Binang 我完全沒有那個想法,到底是距離多遠啊! 巴士剛才從Binang來到這一邊才80多公里耶! 好近哦! 很接近就可以到一個另外一個... 地方啊! 我們那邊也不流行種稻田啊! 不過我們最終目的有... 其實我還是抱著來緩的心態 不能!什麼緩! 我們要戰爭! 我們要戰爭! 2000公里! 你看他們每個都講不正常 結果也是關冷氣啊! 又這樣又那樣啊! 我們喝不完的水,然後我想要掛起來,結果我找不到掛狗!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是我們的一千推薦而已啦! 這個也可以讓你們有一個很細節的進步啦! 然後我還有發現一點,這個手掌 有一點鬆啦吼,所以··· 我講了,你們下次也會再引擎我啦吼! -那你知道是遇到一... 這個沒有拿來這樣子玩啊! 我都這樣子一直玩,都不會這樣子鬆啊,你看! -現在駕駛了這個Proton Saga 一段時間了啦! 我才發現到,時間呢··· -沒有時鐘··· Where is the clock? 然後我發現啊,為什麼我知道,Proton 啊,Signal 燈啊,要放在左邊 因為你看啊,這樣子每個人都可以駕車像Torchoy 這樣子,一邊手 啊,放在這邊,人這樣盯著,這樣 你要打Signal叻,你看,這邊可以打嘛! 這隻手就是放在這邊,永遠放在這邊了 -掛啦布里斯!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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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手機 so,135公里 就從我們早上起點到這裡啦! 油下了一個! 135公里, Gualaparis 這邊可以看到有這個碼頭,但是 是已經關掉了啦! Ocean Glow Hotel來的嗎? -那啊! 哇! 那邊是Langkawi嗎? 我懂他們講那邊可以Torchoy 過去的 現在剩下85公里 我們,我就不管油耗了 就飛到百一百二這樣子 才能夠趕得上路程啦! 現在油耗已經是從六個變三個了! 所以只剩下三個油,我們跑了348公里! 81公里,宜保!加油! 一路上很多那種參賽者,雖然主辦單集獎 你們享受你們的旅程啊!去探險啊! 但是,好像很多人還是把這個遊戲啦! 當成是一個很認真的競賽去完成! 哇!沒有開冷氣啊!全部啊! 然後跑到超級慢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規定,一個懲罰是說 如果遲到十分鐘的話,就要加我們用的一瓶油這樣子! 加你的油耗一瓶! 對啊!油耗!油耗! 因為剛才我們整路啊,都是跑到一百一百二 我們已經太遲了啦! 我們也是整路都一直開油耗來跑! GG!明天應該是等著被拖車了!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到達了! 宜保主店這邊! 非常殘念,我們只剩下一個油罷了! 啊哈!我的兩千塊啊! 啊哈!我的兩千塊啊! 431.8公里! 糟糕咯! 每個人,他們剩下三個,我們剩下一個! 這樣也有免費嗎? 所以! 有免費嗎? 所以我們的用量就是一瓶! 加多一瓶! 對! 誒!我告訴你別開,你會說好熱! 這個宜保主店叫我們開油耗的哦! 享受啊! 怎麼說沒有叫你這樣擺餓啊! 回到平常那個宜保主店的話,是大概172km!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啦! It's easy! 其實這次來到宜保這邊咧,也沒有去到哪裡啦! 因為我們其實真正也不是來這邊玩! 所以沒有辦法咯,只能夠在趁早餐的時間,來吃一個早餐! 下一站是哪裡? 其實剛才,終於有人認出我了! 在宜保啦! 我來到宜保,他是第一個認出我的人! 而如果你是那個人的話,你在影片下面留言一下,ok? 你要駕車嗎? 不要! 喂!你要駕車嗎? 你把那邊事情推給我,才叫我駕車,我不要! 25分鐘! ok!現在我們的 tactic 就是啊,我們不要開冷氣了! 我們就是開到7時,這樣子肯定就會省油! 奇蹟發生吧! 希望我們剩下的油,可以讓我們完成這次的挑戰! 金卡納! 你還有遊玩金卡納? 哈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這天,我們有問了一些參賽者啦! 他們為什麼那麼省油呢? 就是因為他們啊,沒有開冷氣! 要用到時候開一下,然後又再關! 然後全程呢,就是加70到80! 所以要省油的秘訣,就是開窗,然後加70到80這個車速之間 盡量讓那個e-core那個標準出來啦! 其實昨天,那個人有告訴我們哦! e-core這個燈啊,並不是用電腦來控制那個e-core mode啦! 它這個燈亮起來咧,是告訴你哦! 你現在你的腳是踩著e-core mode! 它只是一個燈,顯示亮罷了! 它不是用ECU寫下去的!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咧? 我忘記了! 簡單來說,它亮了就表示你踩油門的方式是省油的! 它並不是電腦,它幫你控制! -OK,我們在這邊也看到,沙拉瓦! 哇,Semi bucket哦! 不過是... CVT啦! 我們進來城堡了! 因為時間有點趕,所以我們現在用慢跑的方式 啊,就感覺像你懂嗎?Running man!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2-Piston啦! Full Injector! 我看應該是渦輪引擎引擎引擎啦! 哇哦! 哇,你看! CVT啦! 哇! 哇! -現在我們一個走到545公里了! 然後我們在路上咧,我們追上了算是同伴 他們價多少,我們來參考一下 40! 哦! 還開Double Signer! 還開Double Signer哦! 一、二、三... 三架! 前面是那個藍色! 藍色Persona,Persona,全部Persona! 哇,老爺開到這樣慢咧! 沒有想到他們,原來Teknik是加45公里! 噢! 我的天啊! 我駕到不超過2000轉啦! 保持在70、80我都要哦! 愛吃! 64km 他們差不多要到 沒有想到哦! 一個可以跑那麼久哦! Teknik就是 這樣罵耶! On the way的路上咧,我又遇到同伴了! 來參考一下他跑多少快? 哦!60km罷了,比Persona快一點! 哦哦!下雨了! 快一點點,快一點點! Johnny打給我一下,我開Aircon 就第一個了! 564km 已經是黃東了! 又是Johnny的錯! 現在你看,看到這麼多Con,就是我MGP! 表演的時候了! 這個Con要叫Johnny來,Johnny就會把那些Con燒到完! 好!Johnny! 是空的! 油燈在閃了! OK!現在,Damiu他要帶我們試Persona CVT 跑這種障礙物啦!來呈現一下Proton它的安全措施 好! 可以看,Pretel Stable 好! 好! 好!好! 好! 看這樣! 哦,順便是後遍! 好! 好!順便是後遍! 好!順便是後遍了啦! OK,現在讓我看看 CVT 跟手牙,有什麼分別? 應該是 CVT 的關係啦,會感覺 起車會比較重一點啦,而且車內有三個人 okay,三個人 快 一盒以回家! 待會 porter you go back home lah , you try to search at YouTube QCCS OK! 然後,你會知道為何 我會帶你去搜尋 可以可以 金卡納! 啊,YES! LESS! 我應該沒有帶到我的彈袍跟手套來! 對,我沒有帶到我特別的T-Shirt 和... 什麼T-Shirt 啊? 什麼衣服? 可能,金卡納! 請! 離開! 離開! 太快了! 不需要駕駛駛啊! 不需要駕駛駛,但是你駕駛太快了! 還是要保持一個速度啦吼 沒有變,這個是CVT啊! 我不大會駕! 我比較習慣駕手牙的! 仍然,手套是最好的! 現在我們最後一站,就是去郵站 check-in 不曉得我們的車能不能夠到那邊啦! 不過,無論如何,怎樣都要完成! 已經沒有希望了耶! 可以的可以的! 真的是讓我們見識到 駕慢,真的是會比較省油來 因為... 其他人全部一開始都駕得慢慢的 我們一個駕快快,一直割他們 我們做到了 一桶油! 600多公里跑到完! 我們太強大了! 我拿那個紙出來一下你拿 測試一下你的電池 哦,電池 623.7 沒有,這個 7 434 所以OBD是 7 434 OK,你看油燈是閃著了 好! 我是第一個到嗎? 呃,不是 不是! 最後一個? 第六個! 感想如何? 打完油燈是一條 火山上燈咯! 我們來看一下成績 不過,我是覺得我們是沒有希望啦,因為 我覺得是爛珠耶! 我們的技術錯了 所以Saga叻,我是第二輛回來 有來六輛車了 3 4.252 我覺得應該是幾乎要空了 講成你在這個旅行裡面,有學到什麼東西? 關Aircon,的確可以省油! 究竟Miri,金卡納,Prince啊 可以不可以得到前三名啦 你覺得? 我覺得,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這一集的QCCS,請點個贊還有分享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許惟勝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我們沒有拿到獎,打包回家了! 哪兒 有 我個人會真的太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